随着经济继续稳定复苏,制造业强劲发展,通过膨胀朝着更有力的方向发展,越南预计实现更高增长。 据汇凤银行的预测,2024年越南经济复苏继续适于稳定。 2024年第二季度,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得到改善,同比增长6.9%。 据汇凤银行将2024年通胀预期保持在3.6%,与国家银行目标上限相比相当低。 与此同时,据汇凤银行全球研究部保持2025年通胀预测为3%。 上周,亚洲开发银行发布9月亚洲发展展望报告,将越南2024年和2025年经济增长, 预期分别保持在6%和6.2%,通胀率在两年内维持在4%。 由于遭受台风摩羯的影响,越南北部许多省市、制造业、农业和服务业等领域产量下降, 许多场所被破坏。 新加坡大华银行将越南国内生产总值预期下调至5.9%。 大华银行预测,2025年越南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提升约0.2个百分点至6.6%。